听众姐妹们平安 听众姐妹平安 感谢主今天在这个主日的下午 我们听众姐妹又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 感谢主在这个周日下午 我们来到神的殿中一起敬拜 今天圈招的经文是 在那日你们要说 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 在那日你们要说 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 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 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 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 提说他的名已被尊崇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 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因他所行的甚是美好 但愿这是苦传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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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姐妹们 下面让我们用赞美诗快乐崇拜 开始我们的敬拜 让我们用圣灵神师法律崇拜 我请我们的敬拜 先去 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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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立 来路可乐我们充满 荣耀之外大挤载 强领海彩 转据眼睛 与童话歌声别开 朝路一闻 坠落幽静 奔舅舅举尽吹起 万福之音 颜柔之虚 秋之光明 门落零 万福之音 颜柔之虚 万万同欢 天地发音 至人光 便是心胸 了之歌唱 伴去崇拜元中央 四叶三郎 帝骨沟山 请追草原踏太阳 请过小鸟 请取了军 吻醒我们同欢家 旁边已去世 神志 丁笑周 送眼之人 既是 像 花吉 乐 烟桃 起人 喊醒 爱 奔船 上世故臣替主持续 爱终生我这居民 照照我们向来向前 同乡人生带着牵 千言之为爱歌声 为谁万人都想念 天父之爱 同志我们 爱情有爱随人情 一样同千尊歌唱不停 众勇真正随你坏 满山的雪道向光明 同乡太阔之为神 大家请坐 大家请坐 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低头祈祷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主耶稣基督 主耶稣基督 主啊我们感谢赞人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 主啊你是创始成终的那一位 主啊你在创始之时 你创造了世界万物 主啊你在创始之初 创造了宇宙万物 主啊你的作为能力是何等的伟大 主啊你的作为能力是何等的伟大 主啊当我们这群渺小的人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 主啊当我们这群渺小的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主啊我们要谦卑夫妇在你的面前 主啊要谦卑夫妇在你的面前 主啊我们不仅赞领你的伟大 主啊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谢我们的感恩 主啊因为你创造了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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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我们本来是你用尘土创造 主啊但是你创造了你的爱 因为主你的爱 你用自己的形象创造我们 你用你自己的形象创造了我们 让我们这群卑微的人有你圣洁的形象 使得我这群卑微的人有你圣洁的形象 主啊主啊你也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 主啊你也让我们成为有灵的活人 真的是让我们跟其他的活物不一样 就是我们跟其他动物不一样 主啊真的我们 在这个时候我们也鬼想我们人是何真的不配 主啊这个时候我们回想我们何得不配 主啊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被欺人 在我们的心中我们是被欺人了你 我们常常犯罪 我们时常犯罪 真的是虽缺了主啊你给我们的尊贵圣洁的形象 虽然了主你给我们圣洁的形象 主啊但是我们也想到你赴着你的大爱 但是我们也是想到恩着你的大爱 主啊你不想我们在罪中沉淪 主啊你不想我们在罪中沉淪 主啊你为了把我们从死亡的用户中救发出来 主啊你将我们在死亡的幽谷之中拘搏出来 主啊你让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主啊你让你的独生儿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 为了我们这一群所有不配的罪人上了十字架 我们是留下了他的宝血 好啊流下了他的捕月破碎的生态 主啊真的是就把求主耶稣的救恩在这个世上 就会更多的人知道 主啊就让耶稣的救恩在世上让很多人知道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感谢你 但是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认识 或者得到主耶稣的决恩 主啊你让我们更加认识你认识主耶稣的救恩 主啊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 主啊我们也求你保守我们的教会 感谢你感谢你让我们在这个地上 有教会有弟兄姐妹们共走天路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圣灵内住在我们当中 我们心中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 主啊我们也感谢你让圣灵内住在我们心中 主啊当我们在被肉体舒服的时候 受捆绑的时候主啊圣灵在心中提醒我们 主啊当我们肉体被捆绑的时候 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 主啊当我们有需求 真的是在我们困难我们和无助的时候 圣灵保卫师带我们向阿爸父祈求 主啊我们就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主啊我们就求圣灵亲自带领我们今天的聚会 主啊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在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你 我们是不但的仰望你 放下我们自己我们只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 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主耶稣基督 主啊让我们的歌声我们的赞美 都能够蒙以愿抵达你的座前 主啊就让我们的歌声我们的赞美 都蒙你的月纳打你的座前 主啊求圣灵打开我们的眼睛 打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 主啊求圣灵打开我们的心中的眼睛 主啊让你的话语通过黄公司的口 真的是抓换到我们的心中 就是把你的话语换到黄牧师的口 可以打开我们的心中 主啊求你不仅在我们 祝日的时候 人每一天都让你的话语 在我们生活的指引 在人家转向的灯路上的光 所以就把它让你的话语 作为我们每一天的路上的灯 脚上的灯 脚上的灯 路上的光 主啊真的是让 就求你使用我们这群不配的人 这群你的器皿 最后就为你使用我们这群不配的人 不配的器皿 让我们弟兄姐妹 让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有好的见证 让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有好的见证 不仅是在我们自己属于生命的成长上 不仅在我们属灵生命的成长上 还是在我们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向周围的人传福音 祝你真是让我们都是荣耀你的名字 当然我们能够荣耀你的名字 祝我们也求你保守教会有需求的弟兄姐妹 最后就求你保守教会有需求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有很多弟兄姐妹在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你知道弟兄姐妹有很多是有面临的挑战困难 可能有一些真的是面临身体和病痛的困难 有些是面临身体有病痛的困难 祝我们在他们面对困难的时候 祝我们就从你的大手帮助他们 扶持他们给他们信心 祝我们在他们身体有困难的时候 他的大人的手是辅助他们 祝我们当中也有小孩子在上学 祝你保守带领我们的 下一代我们的小朋友们 带领他们走在你的路上 祝我们当中有小孩子要上学的 祝你带领他们 他们能够走在主的道路上 祝我们弟兄姐妹当中也有在上学也有在工作的 祝我求你保守大家在工作学习上 能够做你的见证好的见证 祝我们当中也有上学也有上班的 祝你带领他们的职场在学业上 能够作为主的好的验证 祝我们教会的同工 我们的长子我们的牧者 祝我求你保守带领他们 祝我们教会的同工牧者 祝我们的长子求你带领他们 祝他们以智慧 祝他们有智慧 祝他们不受恶者攻击 祝他们不受恶者攻击 祝我们能够说在圣灵的带领下 让我们的教会再次的兴旺 祝他以圣灵的带领之下 祝你教会继续一天拼望 祝我们也求你帮助带领黄牧师 祝我们也求你帮助带领黄牧师 祝我们真的感谢你 感谢你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 祝你都派你的牧者仆人来到我们当中会养我们 我们感谢你 无论在什么环境当中 你都是带领你的屋人 在我们环境当中在牧养我们 祝祝圣灵教官黄牧师 祝祝圣灵教官黄牧师 保守祂今天的讲道 保守祂今天的广道 祝祝祝黄牧师他们一家的福祀 祝祝黄牧师一家的福祀 祝祝我们祝祝黄牧师一家的福祀 我们一起念祝祝我们 我们在祝祝天生的福祂 愿别人偷出一个更迷惑的圣 愿别美国和教养 愿别自己的遗憾在彼上 如我们上天上 我们是永远的圣识 今夜使用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美人的债 祝祝我们遇见时刻 祝我们脱离胸恶 用来活动 全力 永远 全是美丽 祝祝我们 永远 阿们 我们下面是起印 今晚就时间 但就要开印 祝天诉说神的荣耀 穷昌传扬他的手段 无言无语 也无声音可听 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 有能力与华美在他胜索 因耶和华为大 当受极大的赞美 他在万神之上当受敬畏 因耶和威与华美在他面前 因耶和华为其中所有人都与华美在他面前 那是永远中的所谱 都要在我眼前 吩咐 我们下面是生命圣诗三百九十三首 今要主自己 我们来唱诗生命圣诗三九三 今要主自己 接下来 今所有是中空 今所有是军 今所有是温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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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有几人群 千我尝照彼此 尽有屈指尽 为你告罪耶稣 赞美的关系 一切在耶稣 为祂是我的爱 尽有几人呼吸 尽有完全身高 尽有阳光照 尽有全高桥 尽常用手带 尽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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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尽 尽有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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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 我飞翔花月 尽头去圈摇 请我随尽所有 朝天去宿余 请我盼去朝晚 尽尝大月去 唯唯高着耶稣 赞美去了解 也在在耶稣里 我就是我的财 尽其绝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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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愿意永远 尽量去永远 请我生中难为 尽力去难绝 请我祈祷 尽头 尽闻去活 唯唯高着耶稣 赞美去了解 也在在耶稣里 我就是我的财 谎言都要崇尽 拉在尽头上 尽量的财 誓言都要停绝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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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 aدم 队現在的一场叶天 映天 奥陶兜归绝绝 政治部绝绝要绝绝绝绝成 anc 远的澳心 然后日立时期永远 远时期永远 Sow 环陀居满眠 未免到主耶稣 赞美居满心 愿谁在耶稣里 怀疑那世博人生 我们一起来读经文 腓立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千 我们一起来读经纪律笔书三章十二到十六节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给予权了 我乃是劫力追求 不只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可以得到我的 弟兄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坚持 就是万计被害好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成章 标杆成章 标杆成章 从上面发挥了一对的奖赏 罗里我们从中央 凡是完全能够成章的企业 若在什么市场存别样的经约 神也必依此事 我们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我们感谢神赐下他的话语 我们下面请黄牧师为了震动 我们请黄牧师 愿神的爱与我们同在 愿神的爱与我们同在 充满我们 充满我们 也改变我们 也改变我们 翻转我们 让我们更爱神 也更爱人 也更爱人 还有也要爱自己 也要爱自己 如果我们心灵受伤了 让我们心灵受伤了 我们要求神医治我们 你要求神医治我们 如果我们在痛苦当中 要求神帮助我们 要求神帮助我们 要相信上帝 要相信上帝 神是会恩待我们的 神是会恩待我们的 跟你旁边的人说 要相信上帝神会恩待我们 跟你旁边的人说 要神会恩待我们 你相信神 很重要 我们要常常提醒 神会恩待我们的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上帝最宝贵的 祂看我们为自保 今天这一段经文 提醒我们 要竭力的追求主 使徒保罗在 斐利比书三章 十二到十六节这样说 他告诉我们说 为什么要竭力的追求主 他说我 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也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 我追求主是因为 我看见我需要主 所以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要得着我的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底下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 以下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 他说弟兄姐妹们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 我只有一件事 这件事情大概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事 这件事大概是他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不看背后 就是不看背后 要努力向前 如果要论到过去的背景 如果要论到过去的背景 保罗大概是唯一 他大概是最能够跨口的 保罗大概是最能够跨口的 因为在腓立比书第三章 从第八第五节开始 因为从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五节开始 其实从第四节他就已经说 其实从第四节保罗已经说 他说其实我也可以跨口 他说其实我也可以跨口 我也可以靠肉体 我也可以靠肉体 如果别人想他可以跨口 我更可以 如果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 我更加可以 他说我第八天就受割离 他说我第八天已经受割离 就是正统的犹太人 是正统的犹太人 我是以色列族 我是以色列族 我是变亚民支派的人 我是变亚民支派的人 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我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 就律法上来说 我的地位我是法利善人 就律法的地位来说 我是法利错人 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以心来说 我是迫不教会的 就单纯律法上的意来说 我是无可指责的 就单纯在法上的意来说 我是无可知责的 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 与我有益的 只不过我先前以为 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都因为 耶稣基督而当作有损的 现在因为耶稣基督 我都是当作有损的 换句话说 我过去那些 以为能够帮助我 以为与我有益的 我现在都不觉得 那些是与我有益的 他说以前 我觉得是对我有益的 现在来说是 我不会觉得是对我有益 很特别的是 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六节 很特别在 其实比书第三章第六节 这边说 就热心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就以生算 我是迫不教会的 逼迫这个字 就是节力的这个字 迫不这个字 就是节力这个字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逼迫跟节力有什么关系 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 逼迫跟节力有什么关系 原来他说 我是逼迫教会的 我节力的 在这一件事情上面努力 原来我是逼迫教会的 我起力起这件事情 是努力 因为那是我的热心 因为那是我的热心 既然是我的热心 就是我的动力 既然我的热心 就是我的动力 严谨佩 我不知道你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你有没有动力 你几个妹妹 在做任何事情上 你有没有动力呢 动力太重要了 动力太重要了 它能够motivate 你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它能够自己 你想做的事 你在工作的上面 你如果没有动力 你大概不会完成你的实验 你的工作 你的果效 你在事业上 你如果没有动力的话 你不能够完成你的事业 你没有什么果效 你在家庭的里面 你都有一个动力 希望你的孩子 将来每一个都能够不仅长大成人 而且每一个都父母亲 都希望他们能够真的成为很杰出的孩子 我们做基督徒也要有动力 我们作为基督徒也要有动力 不是因为基督徒本身叫我们有动力 而是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叫我们有动力 你看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叫我们有动力 如果论基督徒叫我们有动力 我们很容易就失望 如果基督徒叫我们有动力的话 我们就很快会失望 你看这个基督徒他的行为如何 你看这个基督徒的行为如何 你看那个基督徒的行为如何 你看那个基督徒的行为如何 你如果把基督徒当作你的动力 你如果把基督徒看成你的动力 你就很容易失望 你就很容易失望 你如果把牧师当作你的动力 你也很容易失望 你如果把牧师看成你的动力 你也是很快会失望 你如果觉得那个人你足以尊重 当作你的动力 你也很容易失望 你如果把那个你为人为何尊重的人 但感谢神的事 感谢神就是 就是因为我们不完全 我们还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帮助我们 我们依然有位耶稣基督帮助我们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动力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动力 我们虽然不完全 我们虽然不完全 但我们有基督可以依靠 我们有基督可以依靠 当别人说你们基督徒怎么样 常常不完全的时候 我们要感谢神 当人说你的基督徒 我们什么时候都是不完全的话 我们以为是感谢神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本来就不完全 我们跟随耶稣基督本来就是不完全 但我们可以学习可慕神 能够越来越向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但我可以学习 愿神充满我们 爱我们 帮助我们 用神充满我们 爱我们 帮助我们 今天这段经文 教导我们几个功课 首先第一个求神帮助我们 做一个在灵性上成熟的人 首先就是求神帮助我们 在灵性上做一个成熟的人 我们是不是一个灵性成熟的人 你信主越久不代表你灵性成熟 你信主越来不是代表你的灵性越是成熟 其实信主越来就应该要灵性成熟 其实信主越来灵性应该是越是成熟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信主很久 不代表我们的灵性就成熟 但很多时候我们信主很久 不是代表我们的灵性就是成熟 就跟我们年龄 如果年龄越来越大 就好像我们越来转年长 也不代表我们很成熟 也不代表我们很成熟 也不代表我们有智慧 也不代表我们有智慧 但我们都希望年龄越来越大 我们希望能够成熟 希望讲事情是很不一样的 当我们年长的话 我希望我们是越来越有智慧 看事情是第一样 除非我们常常亲近神 除非我们是世上亲人神 我们多读书 我们多体会人生 我们常常愿意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我们事上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心里里面 我们一定要想说 我要靠着主 越来越在灵命上 成长为主 有时候上帝会透过一些事情来考验我们 用来考验我们是不是灵性成熟 你看那些很容易让你生气的事情 你看那些很容易让你生气的事情 或者让你闷闷不乐的事 或者让你失望的事 或者令你失望的事 其实也正是考验你的树林生命是不是成熟 其实正在考验你的树林生命上的正在成熟 有考验就能够看得出来 有考验才能够看得出来 华里克牧师 Rick Warren 他其实提出了树林生命成熟的五个标记 华里克牧师提出了树林生命上的成熟的五个标记 他就是测验我们在树林生命上是不是有成长 还是已经停滞不前了 实在是 测验我们在树林生命上是有成长 又是停滞不前了 首先第一个是 你是不是在压力底下仍然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首先在压力之下 你是不是依然是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 我们有时候在面临到压力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这是怎么面对的 有时候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面对的 我们面临压力里会不会仍然保持乐观 还是好担心啊 好紧张啊 好忧虑啊 会不会啊 我们面临压力的时候 你不会是很担心啊 很大压力啊 好忧虑啊 还是在压力底下就很容易暴怒 很容易生气 在压力之下 你不会是烦恼很容易生气了 会不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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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是属于哪一种 你们是属于哪一种 你属于哪一种 你遇到压力就不要惹我 遇到压力就不要惹我 不要惹我 我真是一个弟兄 我认识我弟兄 他有甲状腺 甲状腺的问题 他有甲状腺的问题 甲状腺的问题 然后他很容易生气 有甲状腺问题 他很容易烦恼 他在家里在公司 会不会回到家都是这样 不要惹我 不要惹我 我们在压力底下 是不是仍然能够 从正面去看事情 一个爱主的人 就好像罗马书8章28节说的 万事都互相效力 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弟兄姐妹 我们借着圣经来提醒我们 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理由 所以万事互相效力 所以万事互相效力 everything is by purpose by reason 每一件事情都有他的目的 但是圣经说 叫我们可以得到benefit 叫我们可以得到益处 叫我们可以得到益处 你如果相信上帝的话 你就会借着神的话语 来做你生活的力量 当你越读 越多读神的话语 进入到你心中的时候 你就比较不会那么暴怒 当你阅读神的话语 进入你的心中的话呢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暴怒 虽然有排山倒海的压力 虽然有排山倒海的压力 你仍然能够以耶稣基督的心来看事情 亚哥书一章二到四节说 我的弟兄姐妹们 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 经过试验就生忍耐 因为经过信心之后 你就信心得到忍耐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但忍耐也当成功 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 雅各书里面提醒我们 你们如果在试炼当中 都要以为大喜乐 你说牧师好难啊 开什么玩笑 在痛苦当中还要大喜乐 不骂人就不错了 不哭就不错了 一个真正爱神的人 连哭都能够带出喜乐 一个爱世人 连哭都会带出喜乐 因为他心里有盼望 就好像一个母亲 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她要经过十个月份左右 她孩子才出来 正如一个母亲 她怀孕的时候 已经过十个月 她的孩子才会出生 在她怀孕的时候 她知道这个孩子 在她胎儿里面 在肚里里面成长 有时候是很难受的 有时候是很难受的 每个人反应都不一样 有些人孕吐初期的时候 是很严重的 然后在这个怀孕十个月左右 还要关心胎儿的健康 但是你知道 虽然痛苦 虽然不舒服 但是你是喜乐的 虽然痛苦是不舒服 但是你是喜乐的 因为你知道 当时候到的时候 那么孩子就会出生 因为你知道 时候到的时候 孩子就要出生 所以圣经说 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 救生忍耐 但圣经说忍耐也要成功 圣经说忍耐也要成功 你不能每一次跟神说 神啊求祢赦免我 你不能每一次都说 神啊求祢赦免我 赦免都是同一样一件事情 赦免都是同一样一件事情 你不能每一次都跟神说 主啊求祢赦免我 你不能每次都说 主要求祢赦免我 然后你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做 都不努力去做 但是你就是 没有人烦恼力 这样去做 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在压力下 仍然保持积极的态度 我们求神来保守我们 在压力之下 要有保持积极的态度 第二 你会一个 灵命成熟的人 会敏锐地察觉到 别人的需求 第二点就是 你是不是在敏锐 这样是观察到 其他人的需求 当孩子不成熟的时候 当孩子是不成熟的时候 他们完全会以自我为中心 他们会以自我为中心 我记得我孩子小的时候 我记得我的孩子是小的时候 你应该有很多人 跟我一样的经历 可能是中央的地 和我这样的经历 他大概两岁的时候 孩子大概两岁的时候 他什么都是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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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都是我的我的我的 他所有都是我的我的我的 甚至他的玩具还贴上我的 甚至在本句上 都是贴上我的 我们一直不断地成长 成熟的人不仅知道自己的需要 成熟的人不仅知道自己的需要 也会顾及到别人的需要 也要顾及到别人的需要 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顾及到别人的感受 亚哥书二章八节说 亚哥书二章八节 要爱人如己 要爱人如己 你们若遵守这至尊的律法才是好的 你们若遵守这至尊的律法是好的 丁姐妹你们爱不爱自己啊 丁姐妹你们爱不爱自己呢 爱不爱 爱不爱自己呢 不爱的举手 不爱的举手 踢到举手 大概是说牧师一定会问 爱自己的举手 结果没想到来 不爱自己的举手 结果又举手 我们很少有人不爱自己 我们很少有人不爱自己 我们还蛮爱自己的 我们很爱自己的 你今天早上起来 要出门之前 或者你下午要出门之前 你有没有在镜子里面照一照啊 今早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会不会在这块镜头照一照啊 真是辛苦姐妹们啊 真是辛苦姊妹了 每次出门都要化妆 每次出门都要化妆 然后有时候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 两个小时 有时候要化一个钟头 两个钟头 也难为做先生的啦 也难为做丈夫的 最近有一个发明 那个发明还蛮好的 就是大概用30秒的时间 他已经你你投身进去 他就帮你化好了 他又是 又又是 你头身又是30秒 就帮你化妆好了 30秒就完成了 30秒就完成了 所以 这是 姐妹们的福音 又是姐妹们的福音 也是弟兄的福音 也是弟兄的福音 也都是弟兄的福音 你就不用 以后不用等那么久了 以后就不用等那么久了 我们很爱自己 对不对 我们很爱自己 你知道圣经也告诉我们 圣经从来没有反对我们爱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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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你次序要对 但是你的次序要对 但是你的次序要对 爱神 爱神 爱人 爱自己 我们很多是把那个次序颠倒 那时候我们将次序颠倒了 爱自己 爱自己 然后才爱神可能就是排中间 你就爱神可能排中间 或者排最后 或者排最后 爱人也是一样 爱人都是一样 我们总是非常爱自己的 我们很重视爱自己 但是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做神的儿女 你会很敏锐地去察觉别人的需要 圣经提醒我们 我会想要你很敏锐地感察自己 一个成熟的人 成熟的基督徒 你会常常在你旁边附近 看到别人的需要 因为成熟的基督徒 你在你看附近 你知道别人的需要 就不再是自己了 而不是只是自己 我们教会有一些蛮多学生的 我们有很多的学生 每一次这些学生要毕业的时候 家长来到 从中国 从台湾 来到这边 尤其是中国的家长们 来到这边 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 有很多学生家长 尤其是中国的家长 来到这里 参加学生的毕业禮 然后他们也会邀请我去参加 然后他们来教会 他们都会跟我说 黄牧师谢谢你 他都说牧师多谢你 我说为什么 我说为什么 他说我孩子 从中国四五年前 来到这里的时候 跟现在差别很大 我的孩子四五年前 来到这里的时候 跟四五年前的差别很大 我们家就只有一个孩子 我们家中只有一个孩子 真的是极万千宠爱于一生 他就是说万千宠爱在一生 在他的生活里面 他就是中心 在他的生活当中 这个孩子就是中心 可是当我来这一次 来参加你们的聚会 我发现我的孩子 竟然会跟大家一起搬桌椅 但是我来到这里 我看到我孩子 竟然是帮其他人搬桌椅 我的孩子竟然会带菜聚餐 我的孩子竟然会带菜聚餐 我的孩子竟然会为别人祷告 我的孩子竟然会为其他人祷告 还有我的孩子 我在观察他排队吃饭的时候 他竟然不是跑第一 我在观察的时候 我的孩子是在吃饭的时候 竟然不是跑第一 而是在后面 问还有没有人没有吃 而在后面问其他人 还没拿到饭来 其实没有我们看到一个人的改变 向前面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改变 我常常提醒这些年轻人 我时常提醒这些年轻人 其实我们教会吃饭是不收钱的 其实我们教会吃饭是不收钱人 但是我每次都要提醒他们说 你们要拿饭菜的时候 记得要为后面的人着想 他们一开始就说拿嘛 会吃是好的 可是拿到满起来 一开始他们是拿到满起来 你要知道到后来 后面的排队都没有人 菜都变得很少了 到后面轮着拿饭那些 因为菜就很少了 我常常都要提醒他们 你们要顾到后面的人的需要 没有一个很少牧师 这样每个礼拜要提醒的 牧师、牧师每个礼拜都要这样提醒的 每个礼拜提醒、提醒 真的有改变了 每个礼拜有什么提醒、提醒 是真的有改变的 以后慢慢的慢慢的 他们在这里接受耶稣信的主之后 他们的生命就有改变 慢慢的他们在路上居 接受耶稣教的生命就有改变了 他们不仅自己观察到别人的需要 也知道要如何去帮助人 人不仅是基督为别人的需要 也要知道是怎么去帮助人 兄姐妹 当我们宪主之后 就不再以自己为中心 兄姐妹都在圣主教的 就不会以自我为中心 而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也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而敏锐的看到别人的需要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 就是属灵生命的成长的标记 就是你开始去替察别人的需要 因为我们要知道是 你可以知道要替察别人的需要 第三要会掌控口舌 第三点是要掌控口舌 亚哥书三章二节说 原来我们在许多世上都有过失 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完全人 也能乐住自己的全身 有另外的翻译版本是这样翻译的 有另外的版本是这样翻译的 我们在许多方面难免有过失 我们在许多方面难免有过失 如果谁在言语上没有过失 如果谁在言语上没有过失 他就是纯全的人 他就是完全的人 也能在各方面所做的事保持节制 这个翻译的版本告诉我们一件事 这个翻译版本是告诉我们一件事 原来我们在话语上可以结出节制的果子 原来我们在话语上可以结出节制的果子 我们每一个人在说话的事上可以学习节制的功课 我们每个人在说话上可以学习节制的功课 上帝给我们很公平 上帝给我们是很公平的 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张嘴嘛 来 每个人都有一张嘴 有两张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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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嘛 来 那只是我们这张嘴很厉害 对不对 我们这一包是很厉害的 那 但是神也赐给我们圣灵其中的一个果子叫节制 但是神也 你以为圣灵一个果子就是叫做节制 那个节制讲白一点的意思就是知道如何踩刹车 这个意思说直白基就是要知道是什么时候去刹车 请问你开车知不知道如何踩刹车啊 你若不知道就完了 你开车你知道什么时候要刹车 你不知道就会完蛋 不管你在开怎么样好的车 你也要学会刹车 神要我们学习踩刹车 神要我们学习踩刹车 有时候说话说不完对不对 有时候我们说话说到是不停 我记得我刚来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英文不是很顺畅 我记得我初初来美国的时候 那时候英文不是很流畅 我那时候很怕打电话 那时候我很怕打电话 但是我发现一件事情 但我发现一件事 你要在电话里面跟人家吵架 你的英文特别流利 你在电话里面跟人家吵架 你的英文也是特别流利 哇真的 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如此 你没有发现你在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你特别流利 你没有发现跟人家吵架 你特别流利 哇 平常讲不出来 哇原来你哇 真的看到你嘴巴这么会说话 平常你不懂得说话 平常你不懂得说话 当时你什么都说出来 圣经提醒我们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会掌管口舌 圣经告诉我 我们每个人都要是掌管我们的口舌 踩刹车 是个刹车 你看那些沉浸 安静的人 你看那些有安静沉静的人 不是因为他们不会说话 不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说话 而是他们懂得如何踩刹车 是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时候是刹停车 那你看那些滔滔不绝的人 那些滔滔不绝的人 不懂踩刹车 不懂得如何刹停车 当你不懂踩刹车的时候 你就容易出意外 当你不懂得刹停车 你很容易发生意外 我记得我家的孩子去看家庭科医生的时候 他能不能带来去看家庭医生的时候 医生每次都说 伸出你的舌头来 医生说伸出你的舌头来 让我看看你的情况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然后如果喉咙痛 就用一个试剂测试他 如果喉咙痛就要测试一下 是不是得到什么样的病毒 是不是得到某些病毒呢 我们的灵性上也是要这样 我们的灵性上都是要这样 要常常检查 要事上是检查 检查我们的口舌 检查我们的口舌 尤其是每一天 尤其是每一天 每一天当你要睡觉的时候 每一天都不睡的时候 或者是甚至睡觉之前 你都要想一件事 或者在10分之前 你要想一件事 就是我今天说了什么话 就是我今天说了什么话 你会不会有那种感觉 就是有时候你说了一些话 然后回来你很不平安 你没这么说 有时候你说了一些东西 你的感觉就是不平安 我们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有时候我们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说太多了 就是说太多了 以至于有时候会伤到别人 以至于伤害敌人 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常常求神来赦免我们 我们基督徒是很有福气的 我们每一天都可以跟我们的主求赦免 我们每天都可以向我们的主求赦免 然后主又把平安赐给我们 然后主又将平安赐给我们 所以弟兄姐妹 雅各书一章26节说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很虔诚 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很虔诚 却无法控制自己的舌头 他就是自欺欺人 他就是自欺欺人 那人的虔诚是假的 圣经帮助我们如何去思想我们自己的舌头 圣经帮助我们去思想如何去控制我们的舌头 我们的言语 我们的言语 求神让我们每一次要开口说话 每一次要说话的时候 让我们有节制的灵来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在开口说话之前 我们有节制的灵来帮助我们说话 第四 让我们做和平的使者 第四 让我们做和平的使者 而不是任凭血气的麻烦制造者 而不是做一个任凭血利的麻烦制造者 什么是和平的使者呢 什么叫做和平的使者呢 就是我们尽力尽量与人和睦 就是我们尽量与人和睦 你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你可能会问 牧师啊 每一次都是我选择和睦 但是别人仗势其痕 牧师啊每次都是我选择和睦 但是对方都是 仗气逼人 我到底要忍多久 我究竟要忍耐多久呢 忍到你无法再忍的时候 听到你忍无可忍的时候 圣经提醒我们 圣经提醒我们 倘若可行 拖又可行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圣经说要尽力 尽力 你说尽力就好了 你尽口力就好了 我们并不是完全的人 我们不是一个圆寸的人 有时候别人一逼再逼 你受不了了 有时候对方一逼再逼 你就是守不利用 平常不说话或者是不愿意跟对方辩解 并不是代表我们软弱 我们不同 其他人是辩解 辩薄 不是代表我们软弱 但是圣经提醒我们 不管如何做和平的使者在先 大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要做和平的使者在先 我们不要把贫气 凭贫气来行事为人在先 我们不能够憑血气行事为人在先 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当你真的是愿意 不是凭贫气来跟对方讲的时候 其实对方是会有感觉的 其实对方是有感觉的 所以亚哥书四章一节说 所以亚哥书四章一节说 你们中间的争战斗奥是从哪里来的呢 你们当中的争战斗奥是从哪里来的呢 不是从你们百体中争斗之施欲来的吗 有另外一本的翻译版本说 你们当中的冲突争吵是哪里来的呢 你们当中的争吵冲突在哪里来的呢 是从你们当中争战者的欲望来的 是从你们争战当中的欲望来的 也就是当我们不愿意做和平的使者 冲突争吵很多都是从我们的欲望来的 也就是吵架一定要吵赢的意思啊 你们吵架会不会一直想要吵赢啊 你们吵架会不会是想吵赢啊 没有吵赢太丢人了对不对 如果男人有没有面子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 节温越久 结婚越内 大部分啊就是统计的 做先生的越来越安静 哈哈 据统计呢 作为丈夫的人越来越安静 做妻子的就是常常因为安静也要跟人家吵 作为妻子的人因为安静呢 也都是要跟丈夫来越来越难 有人做统计 人做统计 男女之间说话的次数每一天都不一样 男女之间所讲的说话次数每天都不一样 男人一天说话大概八千至一万次 男人每天说话大概八千至一万次 女人一天说话两万五千至五万次 女人每天说话两万五千至五万次 所以上帝照男照女本来就不一样 所以上帝做男照女本来就不一样 你注意到先生去上班回到家 你注意到丈夫上班 然后他先生在公司里面八千到一万次已经说完了 然后这个丈夫在公司里面八千到一万次 已经说完了 回到家太太的两万五千至五万次才刚开始 回到家太太过两万五千至五万次才刚开始 所以难怪做先生的都无话可说 难怪作为丈夫也是无话可说 上帝照男照你本来就不一样 但是我们是要做和平的使者 而不是吵闹血气的麻烦制造者 这是属灵成熟生命的表现 这是属灵成长生命的表现 第五在祷告上有坚忍的耐心 第一点就是在祷告上有坚忍的耐心 祷告和耐心本来就是相辅相成的 我们做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很多 我们作为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很多 就是一个人信主多久 跟灵命的成熟不全然有关系 而是要看这个人是不是愿意让上帝来塑造他们的品格 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最难学的功课就是等候 有时候我们在祷告当中最难学习的功课就是等候 我们祷告感觉好像上帝没有在随听 我们祈祷感觉是上帝没有在随听 是因为上帝不是没有在随听 你如果已经对付罪的问题 你如果是对付罪的问题 你如果清楚知道祷告是对的 你如果知道清楚祷告是对的 你如果知道你的祷告不是妄求 你如果知道你的祷告并不是妄求 你会发现在等候的过程当中 就连你在开口祷告之前 上帝早就已经为你预备了 你就算在祷告开口之前 上帝已经是为你预备了 就好像在但以理书所说的一样 就好像在但以理书所说的一样 当但以理书在祷告的时候 当但以理书在祷告的时候 当他开口的时候 当他开口的时候 上帝就已经在天上为他征战 上帝已经在天上为他征战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需要学习等候的功课 所以我们需要去学习等候的功课 等候的功课是 我相信神 等候的功课就是 我相信神 我相信神一定会用最合适的方式 为我开路 我相信神一定会用最合适的方法 为我开路 不一定是按着我的想法 不一定是按着我的想法 而是神会用最合适 在最佳的时间点 为我开路 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相信神 就连你现在 感觉好像上帝没有听你祷告 就好像现在 你感觉到上帝没有听你祈祷 他也是听你祷告 他也是在听你祈祷 他借着你的等候 去借着你的等候 训练你的信心 训练你的信心 让你的信心能够成长 让你的信心能够成长 第二 让基督在你身上显大 第二点就是让基督在你身上显大 你说要如何才能够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呢 你说要 怎样才能够让基督在我身上显大呢 首先我们看见 第一个就是你要知道神很爱你 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神很爱你 所以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要永远不以自己以为已经得着了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你不要以自己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所以当你不论你的过去如何 从现在开始 你每一天都要活得好像这是新的一天 不论你的过去怎么样 从现在开始 每一天你都活得好像是新的一天 第二你不可以觉得自己已经完全了 第二就是你不可以觉得你自己已经是完全了 要常常觉得自己不够 要事上觉得自己是不够的 这不够的心会让你恨慕神 这个不够的心会让你恨慕神 其实说实在的 这些经文你们应该很熟对不对 这些经文你们应该很熟对不对 你不晓得读过多少遍啊 你可能读过很多次了 圣经你从旧约到新约是不是也读过很多遍啊 圣经的旧约新约你就读过很多次了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你去年读这一段经文 跟你今年读这一段经文感受不同 感动也不同 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你成长了 你需要这一段经文做你的帮助 在这一段特别的时期 你所遇到的事 神就借着祂的话来鼓励你 这个特别的时期 甚至是借着祂的话来鼓励你 第三 永远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 要连结于主基督 第三 就是永远不要依靠自己的能力 要连结于主基督 我们既然有主可以依靠 我们既然有主能够依靠 就要常常连结于祂 就要事常连结于祂 我们要藏在祂里面 我们要事常在祂里面 祂就藏在我们里面 祂就想像我们里面 保罗在这里用了几个积极的字 保罗在这里用了几个积极的字 忘记背后 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我也要得神的奖赏 我要得神的奖赏 忘记过去 忘记过去 你说真的能忘记吗 你说是不是真的忘记过去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那圣经在这边 为什么说要忘记背后 先开始说 为什么要以为忘记背后 当你能够重新认定 你前面的方向的时候 当你重新认定你前面的方向的时候 如果要翻译忘记这个字 如果要翻译忘记这个字 直接的意思就是 直接的意思就是 你因为你看到前面的方向 因为你看到前面的方向 你就不再为过去所看到的 所想的纪念他们 你就不会为了过去的所想的 所念的所纪念的他们 因为你有新的方向 因为你有新的方向 你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 就困扰你 你不会因为过去的事情 在困扰你 你有更重要的事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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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没有我们不可能忘记过去 听见没有你 不可能忘记过去 但是我们可以展望未来 但是我们可以展望未来 你的今天很重要 你的今天很重要 因为你今天会影响到你明天的行为 你今天如何做决定 你今天如何做决定 会影响到你明天的结果 会影响到你明天的结果 你今天的态度也会影响到明天的行为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 要更愿意信靠主 要更愿意信靠主 把握每一天的时间 把握每一天的时间 能够依靠神就竭力地依靠神 能够依靠神就揭力地依靠神 求神帮助我们 第三 要靠主胜过恐惧 第三 要靠主胜过恐惧 使你在软弱中更依靠神 使你在怨弱中更加依靠神 很多人不太愿意 就是承认自己的恐惧 很多人不愿意承认自己恐惧 甚至想要逃避自己害怕的地方 甚至是想逃避自己害怕的地方 我们有没有恐惧的事情 我们有没有恐惧的事情 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有勇气去面对我们的害怕 求神使得我们能够勇气面对我们的害怕 神爱你 神爱你 祂不仅会帮助你 祂不仅会帮助你 当你去面对恐惧的时候 当你面对恐惧的时候 祂会在旁与你同行 祂会在旁与你同行 所以你在旧约或新约 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概念 就是神常常说我要与你们同在 就是神时常说我要与你们同在 就是在新约的时候 就是在新约的时候 以马内利 是什么意思啊 什么意思啊 以马内利是什么意思 神与我们同在嘛 对不对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我们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我们就不会那么害怕 会害怕 会害怕 比较不会害怕 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了解我的意思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们一定会害怕 我们一定会害怕 但有神的同在 有神的同在 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 就比较没有那么害怕 这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因为上帝给我们的祝福 神与以色列人同心 神与以色列人同行 他们过红海不害怕 他们过红海不害怕 不是因为他们真不害怕 不是因为他们真不害怕 而是因为有主 因为有神的同在 因为有神的同在 他们就跟着过去 他们就跟着过去 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的时候 神告诉耶稣 神告诉耶稣 你要刚强壮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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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与你同在 我要与你同在 你就不必那么害怕 你就不必那么害怕 下次你怕得要死的时候 我们怕得要死的时候 趕快到神的面前来 趕快到神的面前来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那么害怕 求神帮助我们不要那么害怕 神总是希望 我们能够在合理的范围底下去面对恐惧 那你知道恐惧 不害怕也是操练而来的吗 你知道恐惧 不害怕也是操练而来的吗 不害怕也是操练得回来的吗 你在常常在这些操练当中 你就会越来越刚强 你在这个操练当中 你就会越来越刚强 我几年前去做一个小手术 几年前去做一个小手术 然后这个帮我抽血的这个护士 帮我抽血的各位护士 是一个刚来的护士 是一个刚刚来的护士 他当我要送去这个手术室之前 他要帮我注射东西 注射药物 他要帮我注射一些药物 他是新手啊 他是新手啊 我之前不知道他是新手 我之前不知道他是新手 还好我不知道 还好我不知道 如果我知道恐怕怕得要死 我知道了 我就怕得要死 我自认为我的这个血管算是很容易找到的 我自己认为我的血管是很容易找到的 他就帮我就是插针 他跟我插针 一次没有插进 第一次插不对 两次没插进 第二次都插不到 三次还没插进 第三次都插不到 那个血都已经流到我的手掌心来了 这个血都已经流到我的手掌上了 我就看着他 我也很镇定 我都很镇定 我说 小姐你要不要去找另外的护士来 我说小姐 你需不需要找另外一位护士 这美国人很奇怪 美国人很奇怪 明明就是新来的也插不进去 也死不认错 明明是自己也插不到 也插不到 自己都不认错 我说你还要插几次 我问你还要插多几次 他就担心了 他就害怕了 他就担心了 他就害怕了 他就赶快去找他的上司来 一次就进去了 一次就插到了 我就在想 我如果早知道他是新来的 我一定会害怕 如果我早知道他是新来的 我一定不会害怕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反而是我安慰他 我觉得他都没有关系的 没关系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每个人都有第一次 搞不好刚好就是第一次的实验品 刚刚我第一次的实验品 我看到那个血就在我的手上 要是有一些人早就昏倒了 有些人可能就已经昏著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操练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操练 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 刚开始都需要操练 尤其是第一次第二次都需要操练 我们有时候的害怕是来自于我们的内心 我们不相信上帝 我们更多的恐惧是来自于不安全感 当我们没有了安全感 我们就害怕 当不安全感的话 我们就害怕 银行的存款不够了 我开始担心害怕 我一直担心害怕 一些小小的事情 然后发生了就害怕 一些小事发生了我就害怕 几年前我家的房子楼上的这个 这个roof 几年前我家 我自己的屋顶 就是因为风很大 因为很大风 吹走了几片这个熏狗 吹走了几片屋顶 几快 那就只有几片而已 只是吹走几片 你都不晓得那时候冬天 那时候冬天 冬天不是会下结冰吗 我每次睡在那个床上 我就看着那个天花板 我就说 哎呀那个雨水会不会打进来啊 那个雪会不会溶冰之后 会不会掉下来啊 下雨会入水啊 冰溶了会不会扭下来啊 然后就眼睛就盯着天花板 相反人望着天花板 我们会害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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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担心啊 会担心啊 美国的人工又很特别 对不对 美国人工很特别 谁愿意来愿意帮你修几片 这个吴瓦 有没有人来 来帮你修这屋顶 修几片 没有的啦 没有啊 你如果要来就是说 你要不要换整片 有些工人来说 你是不是要换了整个屋顶 但是我们就 还好感谢神了 就帮我预备一个人 他真的就是来帮我补给天花 经过祷告就是不一样 经过祷告就是不一样 我跟神说 主啊 你让我祷告 我打几个电话 如果他们愿意呢 我真的要感谢神 真的感谢神啊 真的感谢神啊 我祷告的 然后打了电话 那一个人进来说 他是基督徒 我祷告之后 我打了电话 我打了电话 他说他是基督徒 他就只收我那些 哇 骗子的 他只是收我那几块 还爬上去做这一些 你只是爬上屋顶来做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的恐惧 其实是制造的 很多时候 我们恐惧是自己找回来 但是神很怜悯 但是神很怜悯 他知道我们害怕什么 他知道我们害怕什么 他也知道我们害怕的时候 会影响到什么 他也知道我们害怕的时候 会影响到什么 靠着我们自己 无法除去那个去怕 靠着我们自己 但是祷告之后 神就会给你有平安 在祷告之后 神就会给你平安 就会让你去面对你的恐惧 就会使你面对那些恐惧 甚至会预备人来帮助你 甚至会预备人来帮助你 弟兄姐妹 当你害怕的时候 记得要祷告 要跟神祷告 要向神祷告 神就会让你的惧怕 变成平安 神也会将你的惧怕 变成平安 而且会为你预备 你需要的人或环境 而且会以为你预备你需要的人 或者环境 来帮助你 来帮助你 愿神让我们能够知道上帝的爱 愿神能够让我们知道神的爱 竭力追求主 并不是要你放弃世上的一切 而是要你生活在世界当中 却愿意让主来掌管你的生活 使你借着神的话 爱祂 使你借着神的话 爱祂 敬畏祂 依靠祂 用祂喜悦的方式来荣耀祂 用祂喜悦的方式来荣耀祂 我们不是不会失败 相反的 我们常常失败 我们事常失败 我们常常软弱 我们事常软弱 但感谢神我们有主可以依靠 在失败软弱当中 有主做我们的力量 使我们可以越来越好 使我们能够越来越好 越来越成熟 越来越成熟 在错误当中再靠主站立起来 在错误当中靠主站立起来 神是又真又活的神 神是有真又活的神 祂在十字架上拯救我们 祂在十字架上清救我们 祂爱我们到底 没有什么事情在祂是不可能的 没有事在祂是不可能的 当你依靠祂 祂要用你想不到的方式来帮助你 祂用你想不到的方法来帮助你 有一个很有名的人 他很有钱被邀请到一所高中去做演讲 有个很有钱的人 他被邀请到一间高中学校去软港 他站在两百多位学生面前 他站在二百多位学生面前 原本想把他成功的经验 分享给台下的学生们听 原本是想将他自己成功的经验 分享给台下的二百多位学生听 但后来他心里有一点不安 但后来他心里有点不安 因为这个学校的学生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贫穷的地区 因为这间学校的学生大部分都是来自贫穷的地区 蛮多就是说西班牙语系的跟黑人 很多是讲西班牙话的 很多是黑人 不要说读完高中了 不要说读完高中 很多人没有读完就退学了 很多人高中没有读完就退学了 更不要说是要在毕业之后读大学了 更不要说毕业之后读大学了 那这跟我们亚洲人很不一样 跟我们亚洲人是很不一样 我们其实孩子都 我们都很希望他们读大学 他们也都很努力 我们很希望我们孩子读大学 也都很努力 亚洲人的孩子很优秀的 亚洲的孩子是很有受的 后来这一个有名望的人 他就是想要说什么样鼓励的话 他就想恐怕他们只是听听而已 所以他后来就决定把他的讲稿给放在旁边 他就稍微介绍一下他自己 他自己也是从贫困的家庭摆手起家的 他并没有说太长 他没有讲得很长 后来他就停下来 后来他就停在那里 他就大声地对着这些学生们说 他就大声跟学生说 他说你们给我听好了 你听清楚 你们给我继续待在学校 你也继续在学校 不要随便退学 他说将来只要你们谁上得了大学 将来如果你是能够上大学 学费全部由我承担 我是承担所有学费 哇 他当他这么一说 那当他这样一说 每一个人的眼睛都亮起来了 每位学生都是将我们摸大 然后再嘻嘻哈哈讲话 想睡觉的人也开始醒起来了 他的应许是什么 这个有钱人做什么允许呢 只要你们谁上得了大学 学费全部由我承担 只要你们能够读到大学 我是承担所有的学费 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承诺 这一个非常不得了的承诺 因为这个承诺 因为这个承诺 从那一刻起 这些学生会有一个盼望 学生有一个盼望 有了盼望就有动力 有了盼望就有动力 有了动力 他们人生就有目标 有了动力 他们人生就有目标 然后有了目标 就可以努力完成 有了目标 就能够努力完成 后来这个学校 后来这间学校 当天去听这个 富商演讲的学生中 当人去听这个富商演讲的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上了大学 有百分之九十的人都上了大学 弟兄姐妹 你看到没有 听见没有 你看到吗 人的盼望是需要有一个目标的 人的盼望是需要有一个目标的 是需要有一个动力的 是需要有一个动力的 好像当日彼得在这个所有众人面前的演讲 彼得在耶路撒冷附近 对那个贪子说 金和银我都没有 我只把我所有的给你 就是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圣明 叫你起来行走 弟兄姐妹你注意到了没有 我们的主 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承担一切 谢谢 我们注意到吗 我们的主耶稣在实际上 为我们承担在一起 没有什么事情在他 是不可能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 他对我们的应许 乃是天上永恒的盼望 他对我已经是天上永恒的盼望 在这世上里面 他说你们有苦难 他说在世上你有苦难 但你们放心 我已经胜了世界 我已经胜过世界 在你们心里里面 要赐给你们平安 在心里面 我要赐给你们平安 我们的主给我们平安的应许 我们的主给我们平安的应许 如果盼望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态度 如果盼望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态度 那是真的盼望 那个人是真正的盼望 就好像这些负伤 这个负伤一样 就好像这位负伤一样 他对这一些 平常不喜欢读书的学生们 所做的应许 谁上得了大学 学费全部由我承担 圣经说 谁来到神的面前寻求主的面 神就应允他 寻找的就寻见 寻找的就寻见 寻门的就给开门 寻门的就够开门 祈求的就得着 哇 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应许 这是一个毫无聊闭的应许 愿神帮助我们 让我们靠主圣过恐惧 让我们靠主圣过恐惧 使你在软弱中更依靠神 圣经说 我们到了什么地步 就照什么地步而行 每一个人都可以设定自己的目标 失败并不可耻 但是做神的儿女 在失败中 能够荣耀神 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 作为神的儿女 因为失败在神的面前 要是一个极大的福气 在罪恶过犯当中 仍然能够靠主得胜 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事 在罪恶过犯当中 因为接着神的得胜 是很大的福气 神能够将不可能的事情 转为可能 愿我们竭力的追求神 愿我们揭力的追求神 把我们人生的不可能的事 交托给主 将我们人生的不可能的事 交托给主 能够荣耀神 我们来祷告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主耶稣我们多谢你 谢谢你让我们总是能够在生活中经历你 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经历你 好像保罗说的 好似保罗所说的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要我得着的 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 就只有一件事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 向着标杆直跑 向着标杆直跑 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 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 要用神来 给我在基督耶稣里里面得的奖赏 谢谢主耶稣 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 在十字架上为我而死 也为我而活 使我能够在施恩的宝座前祈求 愿主帮助我们 是我们竭力的追求主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主 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荣耀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好够荣耀主耶稣 阿们 感谢黄牧师带来的信息 还有鼓励 感谢黄牧师带来的信息 还有鼓励 今天你们能让我们下面用 诗歌当转眼仰望耶稣 作为回应的诗歌 兄姐妹我们用当转眼仰望耶稣 作为回应 诗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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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间在他几秒心中 只会去永远远远连带空中 想起永远远追追红 真的感谢主 真的是不管我们 今天我们所在怎样的情况 只能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向前 向着标杆之旁 我们最后大家请一起礼 我们一起唱三一颂 请一楼 我来请小庄三一颂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美圣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下面请黄牧师为我们祝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谢谢你今天对我们说话 愿你常常鼓励我们 让我们能够竭力的快跑的来跟随你 谢谢主 愿你的话语深植在我们的心中 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做一个属灵生命 成长成熟的人 谢谢主 但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天父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常与我们众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 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 Amen 大家请坐 现在我们有一些欢迎与报告的时间 欢迎与报告的时间 首先我代表教会代表行政会 护士欢迎今天第一天来到我们 党中聚会的弟兄姐妹 或者朋友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 如果有的话 我们能不能请你现在介绍一下 我们可以欢迎认识你 有吗 好像有 是吧 可以大家可以花一定的时间 跟周围的 你们可以彼此问一下 大家花点时间 和你周围的 弟兄姐妹问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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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我们真的也是很感谢黄牧师 真的是 常常从肯特 跑到到我们这边来的 我们是很感谢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谢谢黄牧师 也求神 赐福黄牧师 他们家庭的 施工服事 我们很感谢 我们很感谢黄牧师 城中这边的这个 传道人情单 大家都在为这几位的这个 这个 拼护在祷告 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为了拼牧 是 拼护在青少年的传道 城中 城中东区 城中东区 都在拼牧 城中东区 都在拼牧 还有也请为 近期教会的 施工的安排 特别是主日信息的 讲员安排的导导 可以近期教会的施工安排 特别是主日信息 港元的安排 去祈祷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的 决定有没有别的 一些事项 或者一些问题 不知道有没有其他问题 或者是可以报告 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大家一起 我们可以莫拉三个 好 我是麦兔教三位